我敢说在大多数情况下 并不是你在开特斯拉 而是特斯拉在开你 也许刚提车的你 还没领略过特斯拉主动安全的实力 但我想一定有不少小伙伴 经历过不止一次被特斯拉抢方向盘 抢踩刹车的惊险瞬间 那这些功能到底该如何正确设置 又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自动出发呢 先说一说这种我们常见的紧急情况下 相比其他二三十万的车 你有没有发现特斯拉的后视镜里 少了点什么东西 没有这个一闪一闪的小黄灯对吧 那作为智能汽车的特斯拉 怎么会没有盲区警告呢 那我们就来看看特斯拉的表现 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 身边肯定会有一些同向车辆 而在某一个特定角度 后视镜又存在着一定的视觉盲区 如果这时变道 将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但特斯拉在这时的表现 就会变得异常激动 除了视觉提示与声音警报 必要的时候 它还会主动抢你的方向盘 把你拉回安全的车道 但想要实现这样的操作 就必须开启车机设置里的 自动盲点摄像头与碰撞警报风鸣 必要时需要特斯拉来帮你矫正转向的话 还需要将下方的车道偏离防壁 设置为辅助 但如果你害怕或者不希望 特斯拉跟你抢方向盘 那设置为警告即可 但更重要的是 大家也千万不要忘了 开启最下方的紧急车道偏离防壁 自动紧急制动与障碍物感应线素 那你有没有经历过 被这些主动安全救过的惊险瞬间呢 特斯拉的主动安全 你又会给它打几分呢 关注小一 下期聊聊特斯拉的被动安全有何黑客警